7月9号、10号,中共总理温家宝先后主持召开两次经济形势座谈会,指出要抓紧落实新36条,做几件看得见鼓舞人心的时事,鼓励和引导民间投资。 对此,经济学者认为,由于中共很多时候都是本着发展GDP为原则,因此想依靠民间资本的介入来刺激中国的经济很难。 被称为新36条的国务院关于鼓励和引导民间投资健康发展的若干意见,在6月份颁布,温家宝在座谈会上表示,要抓好落实新36条相关实施细则,尤其要在铁路、市政、能源、电信、卫生、教育等领域,抓紧做几件看得见鼓励人心的时事,以提振投资者的信心。 温家宝还强调,在促进投资当中,非常紧要的是要注重头像、注重结构、注重质量和效益,要有利于改善民生,有利于科学发展。 新唐人特约评论专家杰森表示,因为中国进入了一个非常缓泛的发展轨道,因此,中共现在想再一次利用政府拨款的方式,以基础建设来刺激经济。 因为像这种政府的投资项目,只能是越投资,它的回报越低,将来还造成整个政府负债了等等这样的问题。 只要社会大环境不是鼓励中小型企业,鼓励靠新,鼓励自发的产生经济效益的,就是经济动力的这种活动,而仅仅是靠政府打养投钱,砸一些低回报的基础建设项目。 这种情况,它对社会的长期的、长远的经济发展,是没有太大作用的。 杰森指出,中共这么多年搞了很多所谓让老百姓看得见的项目,声称是为了提高老百姓生活水平。 但实际上,中共它是本着发展GDP为原则的,并不是真的本着对老百姓负责,兼顾各个阶层的需求来设定运作。 例如,温家宝在座谈会上首先被点名的铁路建设方面, 中共从20年前开始论证修建金户高铁,2008年底开始破土动工。 然而这条贯通三个直辖市、四个省的高速铁路建成后,高昂的价格却让老百姓根本享受不起。 对此,德国日报报道,中国的高铁计划雄心勃勃,试图通过高铁将沿海与贫困的内地紧密相连。 然而,穷人却乘不起和谐号列车,贵宾车厢空无一人,许多人连二等车厢的票也买不起。 已经开通的高铁线路还频频失灵和完检。 一名正姓的大陆经济学者表示,在中国根本没有政府意志,没有政策导向,更没有国家经济引导和调控政策。 郑先生指出,温家宝在这个时候提出这样的决策不容易,但是,在中国根本不是投资的问题, 而是如何让老百姓相信,中共能率先做出改变。 近年新年落马的铁道部原部长刘志军,涉嫌高铁巨额贪污,涉嫌金额接近百万亿元人民币。 除了官员贪污,中共铁道部还面临高达2.4万亿的负债,由于偿欢能力很弱,被逼进行改革。 但目前铁道部在债务、权力分配和清算等方面都还有许多死结,因此改革方案迟迟推不出来。 专家指出,在这样的体制下,政府和民间资本的注入就如同投入一个无底洞一样。 对不起。 以上で終わります